高雄市三明区发生了有一台轿车爆冲连撞七台车的意外 失控的轿车正面撞上了一对正在逛街的情侣 情侣当场被撞飞 女朋友甚至谈到店里面 飞车爆冲先撞上了路边两台汽车 再撞了五台摩托车 最后冲撞服饰店的店门才停了下来 这对情侣呢腿部受伤 还好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陈一街易如往常营业 一对情侣才刚出现在镜头前 下一秒立刻被轿车从正面撞飞 两人远远的就看到车子冲过来 根本来不及闪双双倒地 担心女友伤势 男子被撞倒后忍痛起身 冲进店里大喊救人 而失控轿车早时后还是不断冒烟原地打转 另一个镜头清楚拍下 轿车连撞两辆汽车跟五辆机车后才停下来 隔壁的女店员听到砰的一声 立刻把衣服丢下帮忙救人 轿车暴冲的意外发生在高雄市有名的陈一街 轿车一冲就是200多公尺 早是驾驶公称 当时他只是用钥匙发动引擎 车子就高速冲了出去 连他自己都吓坏了 男生的话是双脚有轻伤 女生的话也是有轻微受伤 因为车子的状况问题 本身并没有酒驾 情侣被高速撞击 还好命大只有腿部受伤 从以后没有生命危险 这起意外一共造成两人受伤 骑车受损再加上店价的损失 这赔偿的数字可不小 继续采装警方佩如 SH小组高雄报道